我想要去沙文河 去沙文河 沙文河 沙文河 你為什麼要去沙文河 我想去沙文河 因為沙文河 大聲說英文 自然與外食互動 完全沒有學習外國語言的障礙 孩子的英文能力 就這樣一點一滴的建立起來 外國的老師有教我很多英語 謝謝老師們 還有我在安清班的時候 也有老師教我英語 我現在在考第三級 我在考試的英文檢定的第三級 我會繼續努力 我覺得英文非常的有趣 每次背完一個單字都會非常有成就感 也謝謝我們的外食 告訴我們許多關於澳洲的動物 和許多有趣的故事 也謝謝我的家人 都支持我比這些各種比賽 也陪我一起練習 學校提供的英文護照 謝謝我們的英文老師 他將我們非常的加持 總是告訴我們許多的英文單字 陳靜式英語教學 是虎山國校一大特色 長期引進外師 與校內老師協同教學 課程規劃活潑 在專業活潑親切的 學校老師和外籍老師的帶領之下 透過遊戲或說故事 將英文融入自然的學習情境中 深深吸引每位小朋友 快樂且認真學習英文 我覺得三位國老師的課非常有趣 因為他能夠教我們認識更多不同的單字句子 和一些不同的故事 讓我們學習更多不同的語言 那孩子其實對這些很感興趣 那比如說我們之前有一個澳洲的老師 他就講到澳洲的有名的動物 然後澳洲的一些有趣的 那孩子就會非常的踴躍積極的舉手發言 那你就看到孩子其實他們很喜歡 就是對各國的這些文化的學習 那虎山國小這邊我們也推動 就是有八級的單字護照的一個推動跟實行 那我們就從小學二年級開始 一直到六年級 每一個年級我們都有那個單字護照的推動 那單字不只是學習單字 必須要知道這些單字要如何應用在句子裡面 那我們就扎實的就是每一節課 我們都會針對這些單字有一些的應用 有一些的複習有一些的造句 那孩子慢慢的習慣了很多孩子就說 老師我趕快要參加升級考試 那他們就非常的主動積極 所以就是要幫助孩子 建立一個自發性學習的動機 一旦孩子他喜歡 他就會自主自發性的學習 認識更多英文單字 進而能熟悉 善用英文單字 對於學好英文有很大的幫助 學校老師們也設計了分級的英文單字護照 不僅美觀 大小也適合隨身攜帶 小朋友可以利用課語和同學合作 互相籌備 或在家中由家人檢核 最後由英文老師進行 執筆測驗檢定 通過的同學學校授予分級證書 家長會也提供理卷鼓勵 可以說是扎實的基本功 對英文的閱讀和寫作能力 有長遠的幫助 我們從二年級開始 我們現在有分 那個我們有設計一個單字護照的 一個認證 分成八個級數 那從小二開始 因為小一他們還不太會書寫 所以小二開始 我們就從第一級開始 就是每個學期 孩子會拿到一本單字護照的一個冊子 那我們就會按部就班 在英文課的時候 我們會加強幫他們做單字的一個教學 然後也會做複習review的動作 那各班的老師也會在班上 有的又會用成間時間 或者是平常他們會設計小考 然後也加強孩子的背 然後家長也跟孩子有互動 就是我們那個認證必須通過孩子自己的背 然後還有師長 還有這邊英文老師這邊的認證 全部通過以後 我們會有一個升級考試 升級考試就是孩子確認 他這本冊子全部都沒有問題 有把握了 就來參加升級的考試 我們會設計那個評量券 那孩子設計通過以後 我們就會認證 發一張認證的那個獎狀 讓他升級 比如說一級通過就升到二級 二級通過就升到三級 總共有八個級數的設計 那如果孩子可以按部就班 完成這八個級數 可以背到一千多個單字 那對於他們以後升上 國中會幫助很大 除了校內的英文單字護照 虎山國小也大力鼓勵學生 參加戶外的各項兒童英文檢定 由社區土地公廟提供英檢獎學金 公開表揚學生 勇於接受英文檢定挑戰 我覺得非常開心 這次能夠通過英檢 學英文也非常有趣 因為學校有時候會提供我們單字護照 讓我們更是更多不同的 沒有學過的單字 學英文要多聽 多讀 多看 多說 就能夠更進步 我想要多選一點 這樣以後能夠挑戰更難的級數 成績也可以越來越好 週一晨光時間的英文主題教學 英文老師會結合節慶 不同國家文化 名言家具等進行教學 小朋友們勇敢上台 練習發表 除了學習英文 五行中也學習到豐富的文化知識 老師也會佈置每週主題 老師隨機教學 或學生自主學習 那真正的語言是要使用 所以我們學校推動的是 沉浸式的學習的方式 也就是讓學生在教室裡面 或者是在學校中的角落 或是活動中 能夠很自然的來聽到 以及使用英文 像我們在學校的每個禮拜一樣 都有安排 老師的很活潑的英文的教學 也佈置相關的情境 每週三四營養午餐時光 小朋友們最期待的就是 由六年級學生主持的廣播 中文虎山之音和 英文午餐時光廣播節目 英文廣播內容 有校園訊息 有知識 有笑話 有英文 還有英文歌曲等 讓午餐時光 兼具知性與感性 在這一次的英文廣播 就是內容會比較有趣 然後帶給大家歡樂 我們就是有時候會有文章 歌曲 在歌曲裡面會有比較多的意義 然後有好聽的歌曲 會分享給同學們 在這一次的英文廣播裡面 我學到了很多的英文 然後英文知識也增加了很多 我們也善用中午的時間 有英文的午餐時間 讓小朋友自己來當小主播 老師的指導之下 很自然自信的 把有趣的歌曲故事 單字跟同學們來分享 來真正的把英文來使用出來 讓孩子更有自信 廣播節目都是由學生製作主持 老師幕後指導 孩子學會收集資料 口條應變和影音操作 好像名主播一樣架勢十足 在這次的英文廣播裡面 有很多特別的事情 像是下課時間的話 因為要去練習 所以就會比較少 然後吃飯時間的話 也因為廣播的時候 就是會被壓縮 但是我覺得這次 這個事情很有意思 因為很難得 然後有些人其實也不會體驗到這件事情 謝謝老師 教我們那麼多的英文 然後還有知道一些不會的單字 讓我們對英文更有興趣 虎山國校除了在英語教學非常用心 且有豐碩的成果 再推動國際教育與交流也不遺餘力 經常邀請不同國家的國際友人到校交流 包括日本 泰國 坦上尼亞 新加坡 芬蘭 土耳其 巴西 西班牙 法國等 透過國際教育課程 培養學生以多元觀點了解更多文化 比較不同文化的多元觀點 培養學生具備跨文化的理解與溝通能力 欣賞多元文化價值 那在虎山國小這邊 校長還非常積極的推動 就是國際教育這一塊 那有機會我們就會邀請外國人進來校園 做一個演講 那外國人可能有來自各國的 之前有邀請過美國來的 然後還有那個澳洲來的 還有其他法國其他國家來的一些講師 他們就來講他們的 他們當地的一些文化 還有南非來的一對夫妻 那英文的學習不只是英文 應該要融入文化教育 所以呢 當你在學習英文的時候 你必須要清楚 比如說這些外國人來的時候 他們會講他們當地的文化 包括他們的飲食 他們的穿著 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們的風俗民情 這些都應該要融入在英文的教育裡面 校長葉趙琦表示 曾經式的英語學習方式 對小學階段非常有幫助 鼓勵學生要常開口說英文 相信透過長期口語和聽力訓練 可以更自然大膽地聽說英文 這些都是需要激沙成塔 需要時間慢慢的要累積 相信我們如果能夠 善用各種的學習資源 包括網路也好 包括我們的這個老師的課堂 或者是外師 以至於我們邀請的國外有人的文化分享 慢慢的可以累積孩子 對於國際觀的培養 外語能力的提升 讓我們的孩子 有面對未來的時候 更有能力 成為一個未來 世界上的一個優秀的人才 這也是我們 在2030年雙語教育下 我們要看到的一個願景 讓孩子能夠有帶著走的能力 有這樣一個核心素養 有這樣的一個國際觀 那這樣呢 這個要達到這個目標 除了學校的努力以外 有社區的支持 當然很希望有家長的配合 那孩子呢 要不斷的自己 要有這樣的學習的動機 這樣子多方面配合起來 小孩子呢 他的學習的進步 就不會停止 相信在大家的鼓勵跟支持之下 我們虎山的小朋友 在未來呢 可以慢慢的建構 一個具有國際觀 外語能力的一個未來人才 縣議員檢次生表示 在這國際化的時代 英語溝通能力越顯重要 學校要建構英語學習環境 非常不簡單 必須要有堅強的教學團隊 相當感謝學校老師 擬定了完整的課程計畫 和設計學習護照 外師和學校英文老師 合作進行協同教學 還有家長會 和社區對英語教學的重視 提供經費支援 是要提升我們小朋友 從小就培養出 很好的英文課程出來 讓他們更了解到 營業重要性在哪裡 相當的 我們的業校長 對學校的學生 特別用心 跟我們所有老師 英文學校的精神 有拜託到外語老師 專門來學校教學生 從英文方面特別加強 讓孩子從國小開始就知道 英文的重要性在哪裡 英文是國際語言 從幼稚人到小學一開始 他們可以接到這個軌道 能夠接軌 讓孩子更了解 營業 來討論 他們在教學方面 特別的活潑 我們富山國小 能夠受到 家長的信任 英語能力 是未來孩子 決勝的關鍵能力之一 也是最需要 長時間沉浸學習的領域 透過外籍老師 和校內老師的協同教學 和活潑多元 生動的英語活動 虎山國小 孩子的外語能力 與國際視野 日益精進 孩子更有自信面對世界 更勇敢地說英文 為雙語國家的政策做準備 民意新聞 洪一輪專題採訪報導 在說明中 有一點 你的馬有 瑋